呦 呦 大哥下雨了 怎么下雨了 这这么突然啊 安南 赶紧收东西 安南 下雨了 安南 我这回趟家 我院子里 院子里下的洞子了 别走啊 安南 叔叔不厉害 咱去赶衣服去 安南 安南 小大伞 别拧着了啊 你闪慢点啊 大哥 我说 大哥女朋友你不听 这不是影响彩妆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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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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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木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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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日 阿日 好 关键时候 男人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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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音安奶 门口的落叶扫一下 我不扫 怎么不扫啊 门口不归我管 我不帮他 怎么啦 又吵架啦 昨天 我外産女在这儿娃娃来看我 我就提前走那么一会儿 让他帮我扫厕所 他答应帮我扫的 没扫 他哪次提前回家 我都帮他扫 我忘了 你呀 二十岁的时候你就这样 你们家收到米 我去帮你收 我们家割豆子 你呢 跑到镇上去唱歌 你懒 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一辈子小心眼 阿姚 你给评评理 秀音安奶呢 也不是小心眼 那彩云安奶也不是懒 他是真的忘了 他答应的事他不会不做的 早上我来扫的 早上我来的时候 他已经快扫完了 我真忘了 是是是 彩云安奶可能真的忘了 不是之前经常 那个书架 有一个擦了两遍 有一个忘了擦吗 对不对 您之前崴了脚 那不是每天都是彩云安奶 跟您送的饭吗 这都是应该做的 不要提 应该的 应该的 你们俩感情好 老闺蜜几十年了 姐妹情深 对不对 互帮互助 是 怪我小气 您不小气 那小时候 你们不是经常在家里做了好吃的 都叫我去吃吗 对不对 大方着呢 算了 算了 都是小事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了 阿姐 我都说算了 你真是上年纪了 什么你都 没说了就好 该工作的工作 彩云安奶 门口那片区域 是您的区域那个落叶扫一下啊 现在扫啊一会儿要落了 我们先歇会儿去喝口水啊 坐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解决了 解决了 好 她们俩吧 经常这样 就是为了点鸡毛蒜皮 家常里短的事 没完没了 好的时候呢 两个人跟亲姐妹似的 不好的时候吧 八百年勤的事也得拿出来说道说道 我还以为归女老了之后就不吵架了 老了才更有时间吵架呢 工作的事你跟许红豆提了吗 我提了 太不想 不过她还是有帮我做事情的 这么善良 对啊 谢总 要不然就算了吧 端盘子再另请一个人呗 我找她又不是端盘子 你想让她留下来 不可能的 她不可能像我一样留下来躲服务员等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她肯定要走的 她是什么意思啊 发灰余热 我观察她做事的氛围跟你们不太一样 她说什么呢 你们就会忍不住照做 被她服务呢 客人就会觉得很舒服 这就是专业人士的魅力 但是我说过了也没用 你看着办吧 我是觉得没戏 你别管了 这事还得我出马 你妈出去 咨咖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许宫东 走 去镇上赶草菊 来点樱桃 你好 你好 樱桃好甜的 尝尝 你不想吃 我这衣服早上刚换得干净的 你尝尝吧 买买买 你们喜欢这衣服啊 还没睡醒呢你 买 来两斤 好 清醒一点 来两斤 多少钱一斤啊 八十块 八十块 那十五块钱呢 好 我们俩走了 再来呀 还想吃什么呀 通常在北京吃什么蔬菜呀 我买点 新鲜花多少钱啊 两份 两块一斤啊 我再看看啊 这个胡萝卜不错 这些胡萝卜 我也给那个小可爱买点 多少钱一斤 三块钱一斤 好好好 来 我可以端 不用带的 放下就行了 好 好 好 至于吗 这么快 你平常上班都怎么起床的 今天不是不用上班的 你一大早上把我叫起来买菜 你是不是有副折腾人会死的毛病呢 你问我阿奶去 她想喊你来我们家吃饭 又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让我拉着你一起 不是说了吗 我什么都吃 猪才什么都吃 你就是折腾我 我告诉你啊 这家店的鲜肉小锅米线 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 你想八点半之后来的吃 根本吃不着 好 阿杨 你细好了 来了 你第一次来啊 我跟你调一个当地特色 来 快点 小姐 你细好了 好 能打包吗 我想给大麦和那儿带早餐 不能 你们这些外地人 就是喜欢外卖打包 唐食是对这碗米线 最起码的尊重 知道吧 嗯 跟你商量个事吧 我就知道了 天下没有白米线早餐 喝吧 就是吧 我觉得 其实咱们俩也挺投缘的 这段时间的接触吧 我觉得你人特别善良 人特别好 最主要是 我阿南也特别喜欢你 等一下 我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呢 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咱们俩啊 认识不久 我不了解你啊 你也不了解我 嗯 我呢来这儿也是短住 也不是一个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人 我对感情呢也很认真 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网恋 和异地恋 那个 当然了 你很优秀 人也很好 我说完了 你可以继续 当然了 你要是不继续说的话 也更好 我很擅长去约绕他 来 我的开场有那么像表白吗 主要是你一系列的行为啊 特像狗见着包子 我能不往那方面想吗 我哪有 反正啊 是个小小的误会 言归正传啊 你能过来帮我吗 条件你急 为什么非要我啊 我又干不了什么 你看啊 我们的员工呢 都是村子里的一些 阿淑 阿沈 娘娘什么的 大多啊 没什么文化 也没有服务意识 之前也找人过来培训过 但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 具体情况 还得具体对待吗 也不是让你端盘子 那太浪费人才了 就是想让你观察观察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那你可以做问卷调查 做了呀 这顾客希望提升服务意识 提升啊 一康 你上次追那个跑单的 跑得劈头散发的 但是你面带微笑一点都不生气 你还给人留下了体面 这是为什么 做服务行业嘛 就是要广结善缘和气盛载 是啊 这就是服务意识 你做了十年的酒店服务 你这从头到尾写了两个大字 惊艳 可我也不会培训员工啊 不用你培训 你就发现问题 管饭 你看我们这好吃好玩的这么多 就今天这个米线的小店啊 外地人根本不知道 我保证你接下来的时间啊 吃好玩好 怎么样 这个做义工怎么吃好玩好啊 玩是玩 工作是工作 差点被你绕进去 我干 哎呦呢 你考虑一下嘛 条件你提 我进来满足 你考虑一下嘛 不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条件你提 我进来满足 还是有一点点心动了吧 我进去 马亚小时候 调皮 我也打他 一打他就跑 我拎着烧火棍 从东头追到西头 就是对不着你 哎呦 还挨过打 可不是嘛 寶弹鬼 他就和那个杨冠军 还有那个谢强 三个人玩得最好 太闹腾了 今天偷人家的鸡蛋 明天又烧人家门口的豆芥 后天三个人又有个同学打架 三天两头的 让人家找到家里来 我们老家有句老话 七岁八岁万人闲 是 现在好了 啊 孝顺 自己呢 又当了老板 可是 这老板多难当啊 你看他最近几年一分钱没有进 以前赚的钱又都投进去了 还有贷款 说是要投什么基础建设 我也不懂 咱俩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人家 他阿爸和阿姨 在昆明就是卖花 赚不了几个钱 我一个老阿婆 不给他添麻烦就不错了 孩子呀发展得真困难 我是看着他真心骄 我这到了晚上我就 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阿娜 你可要放宽心 做生意啊 都有投入的 我们家阿姚怎么优秀 怎么有能力 没问题 我就是帮不上他心里着急呀 你看他这么大个大摊子 劳心 劳力 他顾的那些人 多少都是看着他长大的 做不好 他也不好说呀 关不关心 要说起来 也都怪我 我这么大的年纪了 又需要人照顾 我自己吧 又不愿意去昆明 要是我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说不定 阿姚现在还在北京工作呢 都是我 没事 你看我毛的没用了 还竟给添麻烦了 没事 饭把好了吗 你这牵着手说什么了 你你你 没说什么 你你饭做好了没有 阿奶 你请人家吃饭啊 结果早上菜我买的 现在饭我做的 您还催我 行 馨总在家吗 在 阿奶 小黄来了 这是有客人啊 这是小院的住户 许红道 这是村主人助理黄欣欣欣 欣欣向荣的欣欣 大学生村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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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我们村玩 你叫我小黄或者欣欣就行 欣欣 好 好 这个怎么还没发完 不是让夏小区帮你了吗 昨天发过一遍了 有些村民不在家啊 我就今天跟夏小区 补发了一遍 先让他回去休息 你来得正好 我刚做完饭一起吃 不用 我吃过饭了 我就来找你说点事 你先招待客人 不是客人 都自己认 阿奶 给那个小黄倒杯茶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阿奶我自己来啊 那个红豆 帮我端菜 我去哪儿 村里的老戏楼已经荒废了 像这种上百年的老建筑 保护性重建之后 越放在那风吹日晒的 还不如再利用起来 怎么利用 把戏班子搞起来 特色民族表演啊 我之前听说 村里一过节的时候 就又唱歌唱戏的 表演的还都是村上的村民 那有段时间了 我记得啊 凤怡和昌书两口子 年轻的时候 还唱花灯戏呢 不过 如果把戏台子 重新利用起来的话 确实可以成为我们村的 旅游特色来选择 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觉得 我觉得行 有你的支持 我心里就有谱了 那我回去好好想想 写个策划案 给村里过会 好 那你们先开会讨论 如果在预算上有问题的话 我帮你们想办法 我就是这么想的 小黄 跟我们一块儿吃点 我不吃了阿奶 我刚吃完 你看你都瘦了 是吗 我跟我爸视频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说的 你大学毕业就来了 多久了 这是第二年了 我刚来的时候 连长一抹黑 那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但那个时候 谢总已经回来创业了 可帮了我不少忙呢 我能这么说啊 你也为了我们村的项目 跑了不少腿 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吗 我们俩现在可是黄金搭档了 那准备待多久走啊 我不走啊 你们村官不是 在基层坐两三年就可以走吗 是可以走 但这儿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 这不才刚开始吗 那你们家人同意哦 我爸呀 他去贵州搞教育去了 因为我妈在山沟里面当校长 我们一家都是党员 都是同志 在各自喜欢的领域里面奋斗 谁也不用听谁 我跟谢总都已经约好了 我们同心协力 把云苗村建成一个文化艺术村 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理想 没错 理想 你创业不是能赚钱吗 不冲突啊 发展好了 可以给村子里的人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共同支付嘛 以后啊 从社会中赚钱 再回馈社会 良性循环嘛 红豆 你的理想是什么 得到平静快乐的生活就是我的理想 你这是梦想吧 梦想跟理想有什么区别啊 这区别可大了 以为是努力奋斗的 是理想 怀有某种美好期待的是梦想 一个是做 一个是可以偶尔做或者不做 此以天差地别 那你的理想呢 我的理想 是做一个有存在价值的人 那你已经实现了呀 每个人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 这是你们自信的人才有的天然的说法 对于我而言 我除了写的东西什么都不会做 我也什么都不想做 在那中国有几十万的网络文学作家 那大部分人写故事 就像给大海里丢入一个石子 连乱花都击不过起一个 也好被人家骂你乱丢网络文字垃圾 所以我经常在想 像我这样一个冷门的作者 如分母一般存在的人 我真的有才华吗 真的有价值吗 你可别这么想啊 你当然是有才华的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安慰 或者是鼓励 我就是阐述了一个我的思考过程 所以思考的结果呢 那就厉害了 没有结果 我一边在自我怀疑 一边继续向前 你呢 你的理想是什么 你呢 那梦想呢 有钱 有钱 这可是大多数人的梦想 那有钱以后呢 退休 退休 干什么呢 一定要干点什么吗 这么问 你 你爸妈退休了吗 我妈呀 就是家庭主妇 我爸呢 之前开过粮油店 前两年呢 他做生意那条街被拆了 我姐就不让他去了 算退休 那她们现在每天在干什么 我爸啊 每天打太极拳 练书法 然后去年装修了一套房子 每个星期呢 要花两天去水库钓鱼 我妈呢就是早上去买菜 研究菜谱 然后呢和我姨去乡下种菜 前两天跟我说啊 她应征上了那个社区的 垃圾分类宣传员 她俩根本嫌不住 所以说啊 这 退休不是梦想 是幻想 很多年轻人啊 都会幻想自己退休 或者有钱了 我什么都不做了 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幻想 那其实人呢 是根本嫌不下来的 饿肚子了呢 你就想要吃饱 你吃饱了呢 你就想要吃好 当你的生活富足了 你就会有精神需求 进而你又希望在社会上 得到荣誉 尊重 帮助他人 进而实现自我价值 马斯洛 需求理论 那我爸妈的需求就很具体 我妈希望我退休了之后 帮我带孩子 我爸希望他去上老年大学 提升自己 他来帮我带孩子 总之 他们两个都想带孩子 我跟你说 这就是很多父母 理想中的老年生活 还一弄孙嘛 那我还是先努力脱单吧 不过 我现在的生活 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我想要的生活了 我是跨越山河大海 才找到这里等你 红豆 那你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之前都没生活了 我之前都没生活了 我来这儿就是想弄清楚 我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帮不上他心里着急呀 你看他这么大个大摊子 劳心 劳力 他过的那些人 多少都是看着他长大 做不好 他也不好说呀 我跟谢总都已经约好了 我们同心协力 把云苗村建成一个文化艺术村 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不冲突啊 发展好了 可以给村子里的人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共同支付嘛 以后啊 从社会中赚钱 再回馈社会 两个兴趣的关门 我的理想 是做一个有存在价值的人 其实这段时间 这边做点成多心 总比干坐在屋里胡思乱强强 艾满 嗯 温度可以吗 要不要加 嗯 加一遍 好 好 没有搞过你的事 那还不是你教我的 说什么 担心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这是事实啊 不属于骗人 但我没让你说什么 人老了不中用了 又是掉眼泪又是垂胸的 这是你自己发挥的啊 那你还管得着我 怎么发挥呢 行 您泡着啊 我去跟小春打个电话 好 风的地方 遇见你 等很久了吗 刚来 有 有 今天看着挺不错啊 你不是让我正式一点吗 挺好 挺好 我先跟你说啊 对我不要抱有那么大的期待 我也不知道具体能够 帮多少忙 我可以给你发工资的 那不行 那样就是雇佣关系 你就真成我老板呢 我来这儿又不是专门打工的 一工就一工 管饭就行 我昨晚做了一些 建议和改进计划 你要不要听一听 边走边说呗 三不弹 一不作 二不休 三不侯 四不为 五不轻 和我无侵 不不不不不 暂 暂时 暂时加入小馆 鼓掌欢迎 欢迎许空洞 暂时加入小馆 欢迎许空洞 暂时加入小馆 暂时加入小馆 谢谢大家啊 那个这段时间呢 我作为客人呢 经常来咱们小馆 发现我们在服务 在流程 在员工管理 还有在工作安排上面 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这些呢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咱们的小馆呢 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 环境好 餐食也非常好 我做的这些 也是一些 锦上添花的工作而已 之后我会落实到 你们每一个人 也会好好配合大家 争取呢 在短时间内 让咱们的小馆 能够在服务质量上面 能够有一个整体的提升 谢谢 说得好 店里营业的时间 是早上十点到晚上八点半 但员工就应该是九点半到 在凯文营业之前 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一遍 安排妥当 但是我发现呢 员工都是十点才到 阿奶们就到得更晚了 确实是有这个情况 但是呢 娜娜会在前一天下班前 把东西准备好 阿婆们呢 也都是 打扫完卫生以后才离开的 所以还好 可是事实上 阿奶们经常迟早早退 很多时候都是娜娜一个人 在做收尾工作 我之前也跟她们说过 但是呢 她们岁数大了 两三天就忘 而且娜娜也说了 谁有空谁干 不用分得那么清楚的 咱们这又不是家庭作坊 谁想来就来 谁想走就走 反正有人补上 还得认识对待 行 虽然忙 但是应付得过来 帮忙坐一下也没关系 来这儿的客人 都是来这里放松的 稍微等一下也没什么 也不是着急 喝了一杯咖啡叫走 那为什么我每次来店里坐 只要客人一多 你就会先坐客人呢 把我排在后边 我明明是早到的哦 我也是来这儿消费的客人 是不是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想让客人等啊 采芸芸奶 我看你椅子 桌子 还有书架 全部都用一块抹布擦 不卫生 我洗得很干净的 我在家里也是这么用的 用不同的抹布擦不同的地方 这样更卫生 客人看了呢 也觉得我们讲卫生更放心 好吧 不同颜色的抹布买一下 嗯 说了小秦马上送过来 嗯 嗯 嗯 那个金花 你再说一遍 什么再说一遍 嗯 就是 怎么打扫 采芸阿奶有点健忘 好 好 腿疼啊 站久了就疼 阿瑶也知道的 我年轻的时候啊 下水天里擦秧 水冷 腿给冻坏了 现在年纪大了嘛 没办法 她站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 还是要注意身体吧 你在和我们阿瑶耍朋友吗 耍朋友 就是搞对象 不 在搞对象 秦云阿奶 我们没有在搞对象 我们现在在看 阿瑶也该成个家了 天天村里的逛幽 也不生个小娃娃 不像话 你看人家冠军 儿女双全的 家宝啊 都快上初中了 杨冠军有个上初中的女孩 她大女儿叫家宝 在城里上学 住她姑姑家 不不不不 不说这个啊 不说这个说什么 你们俩都多大年纪了 快点结婚 要赶紧生孩子 再不生啊 人家冠军大阿爷的时候 你们的孩子 还没上小学呢 队伍不好带呀 现在情况有点复杂 好像把你酒店大堂 把这套规矩直接照搬过来 有点水土不服 主要是 村子里大家都是亲戚 十里八里的互相都认识 人情世故混杂在一起 没规矩肯定不行 完全按照规矩来呢 好像也不行 我还是得端盘子 你不用端盘子 我还是必须要跟他们 一起端盘子 要一起打扫 一起做事 他们接触太差了 必须得一样样地交 一样样去纠正 要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再说情况吧 又说对待 是吧 刚才某人 一路上阴沉沉的一言不发 还以为是打对堂鼓了呢 没有 反而更感兴趣了 这么喜欢挑战 我也不主动挑战 但是我遇到挑战呢 从不后退 很帅啊 那你刚才阴沉个脸 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是不是钻到你们祖孙圈套里呢 我和阿奶 你看阿奶 他也不像个爱诉苦的人 但是他昨天就拉着我诉苦 是不是你教的 说什么呢 你说啊让我提点建议 但是你什么问题都知道 你就是想找我这个外来人 来帮你唱白脸 是吧 唱什么白脸 我分明是在找你唱红脸 北京来的大酒店的经理 稍微穿得正式一点 对这些阿神阿姐来说 那就是权威都信服你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这个道理啊 放在哪里都不会错 那你不也是西天取经回来的和尚吗 我这终归是本地和尚了 那个菜一直没好 我去催一下啊 向东叔 这个菜怎么还没上啊 旅途 旅途 一步行前 一步彩虹 错过相拥 时间 几处有微风 几处藏着心动 天水的梦 泰落着运火阳光淡泻 潜行倦远的时光 才告别 偶尝在你和皮发茅 童谣 我帮你收下垃圾啊 告白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能动 我来 美女 没想到你吧 没有 杯子里丢一点 那再给你换一个 你是想要一样口味的 还是给你换个口味 或许 那我要一杯玉剑 玉剑 好 一杯玉剑 不到了 怎么还在送你一杯呢 阿奶 是你打翻的呀 就剩一点点了 一个底 老不会再喝 一个底也是人家没喝完的呀 咱们自己的错误也自己承担 阿奶 你能文语跟优客拍照吗 拍照 我拍照不好看 好看好看 穿得好看人也好看 来 分享我 分享 分享 好 看这里 三 二 茄子 我把这些认试 很棒的 不少天使人爱 您好 您的美事 这是我们刚出路的 我们的小饼站 送给您尝一尝 好 谢谢 很客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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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 来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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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乃 这还差半个小时下班 你们有事请假 找小春 小春不在找我 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我 那我们现在跟你请假 那你们是为什么要早退啊 修电视机的要去家里 处处想吃黄焖鸡 你们家有小孩啊 是 他在阿游的仓库上班 走了啊 走了 走了 我 師父 不是 热窗 给你一会儿 最重要的新朋友 走走走 去哪儿啊 马场 对没 查封 什么朋友啊 你应该不会让我接见游客吧 不是 其实我也没见过 不 我跟他妈比较熟 他妈是大美女 大眼睛长睫毛的 见到你就知道了 上车吧 怎么样 快的 还顺利吗 挺顺利的 好 回查 回查 干吗 回去了 快点 快点 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 还以为赶不上了 这就是你说的新朋友啊 这就是新朋友的大美女妈吗 大眼睛长睫毛 我没骗你吧 见过身小马俊 走 什么时候升啊 他一卧下去啊就升了 很快了 不会有危险吧 烧鱼有在啊 上 Took了 迷失的脚步 也慢慢被抚平 四季的光影 我看见花泼长夜的流星 风吹起的时候 万里无云 四季的光影 我看见花泼长夜的流星 风吹起的时候 万里无云 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你来记录小马出身的时间 我能不能拍视频啊 我想录给我外甥给你看 当然可以 需不需要帮忙啊 不用 让她自己来 好好好 还未不正的话 我们再干预 我脚步 这根本是怎么回事 准备我 我脚步 你先回来了 你快拿来 你快拿来 我脚步 你快拿来 我脚步 好 更快 为什么 好 先这样啊 快来看 小马站起来了 生奇吧 小马刚出生啊 他就能站起来 这样才能吃到奶 再过一个小时啊 他就可以跟他妈 出去跑了 铃铛 看到没有 小马要站起来 才能吃到奶 他有多坚强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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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啊 阿贵沈喊泽青叔回家吃饭了 他晚上还得过来守夜 我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 你不得感谢我吗 带你见证了生命的诞生 开饭了啊 我看你下午还哭了 是有点小感动 你们城里长大的孩子呀 从小没见过这些 那我们呢 小时候家里都养那个鸡鸭牛羊的 平常上山砍柴 捡骏子 下地种田什么的 都是平常事 我不是啊 我是小城市 我姥姥住乡下 我小时候放寒暑假的时候 就去乡下玩 你知道我还在河里摸过鱼呢 我还亲自敷过小鸡 这个怎么亲自敷啊 就放在天生的口袋里 除了吃饭 其他时间都握着 我姥姥说人敷不出小鸡 我姐说可以 我姐说人之所以敷不出小鸡 那是因为没有毅力 那你相信谁啊 我想证明自己有毅力啊 然后呢 然后就敷出来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读书上你不要骗我 真的 姐姐 你能帮我拿十分钟吗 我洗到很快的 每次都让我帮你拿 等小新敷出来了 养大了给我吃啊 不能吃 好了 快去洗 我就帮你拿十分钟啊 嗯 快去 好 我把她的鸡蛋换成熟的了 我把手鸡蛋换成熟的了 我把她放到旁边的窝里面 把她打熟 好 好 吃一吃 母鸡只肯带自己孵出来的小鸡 所以在破壳之前呢 我们得把蛋给放进去 你不许看 转过去 不许偷看哪 公明 姐 你看这逗逗 不许偷看啊 过去 过去 好了 就是等着小鸡孵出来吧 姐姐 你看 厉害 我分你做复旦大将军 你什么时候发现呢 我初中那会儿 我姐不是考大学吗 我爸就说你可以考复旦大学 然后我姐姐开始狂笑 她说我可以考复旦大学 你姐啊 还挺能藏事 我成长道上的每一步 都是我姐给我挖的坑 我这个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橙汁是姐姐送给你们喝的 要是一会儿甜点不够吃 姐姐再切点水果给你们 小孩子不可以吃很多甜食 知不知道 怎么了 一哥哥垂头丧气的 妥妥要走了 去哪儿 这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阿爸娘去开出 阿妈去买货 没关系 你们还是可以经常打电话的 等到偷偷放假以后 她就会回来 你们还是可以一起玩呢 本来我每天都在休吗 你为什么不能留在家里啊 你要跟我喝奶又不去 这要什么一定要走 其实也不是汉运的地方 我阿爸和姨奶奶 阿瑶叔的阿爸和阿姨 还有阿姨叔他们都在那里 娜娜姐姐说得对 我们可以打电话 那我们还能当好朋友吗 能 那里不能有其他好朋友 我会的我的好朋友 永远都只有你们三个 真的吗 那你们还会把我当好朋友吗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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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把狗狗打哭了 我 我 我 好 好 不哭了啊 不哭了啊 乖乖乖 来了 双美能做冰美式对吧 马上 这谁啊这是 小辫子啊 这小辫子怎么出这么厉害 有哪天说辫就辫子 对了 我从小院来的时候 看见许红豆 正在那写员工手册呢 我说你们真行啊 人家好不容易过来休息休息 结果被你们拉来干活了 还是免费的 我可没这个本事 都是谢总自己说动的 果然啊 男人的鬼 骗人的鬼啊 说你自己的吧 人家红豆不跟你玩 跟谢总玩 嫉妒啊 可不是吗 你们都会爱跟我玩 我生气 小辉 小辉 哎呦 再吃饭呢 乖 不要跑嘛 哎呦 不得了 不得了了 你已经练成真言打坐了嘛 马爷 休息也要成功了 嘉慧 来喝点水嘛 安贵神 茶缝 老爷 你去泡来 好 好 洪大 嗯 休息一下 马爷要泡茶 来喝茶 嗯 好啊 来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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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大 哎 我听村里人家 你在办二窑看店 哎 你可是要留在我们这里干 不不不不 我呀 我是义工 不拿钱的 我就帮忙 帮忙啊 哎不过也好 人嘛总是要找点事情做的嘛 哎 懒惰就是病 点我的 品茶 谢谢谢谢 嗯 好香啊 味道不错 不过嘛 不就是个茶味嘛 嘿嘿嘿嘿 阿贵婶这个话里很有禅意啊 茶嘛 不过就是个茶味 嘿嘿嘿 阿贵婶我小学毕业不会讲话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嘿嘿 您这话里大有乾坤 嘿嘿嘿 听他讲话太费劲了 嘿嘿嘿 是 我这人就是有点费劲 您不喜欢我 正常 哈哈哈哈 红灯 你说他这个人好不好笑 人吃五穀杂粮啊 打嗝饭屁磨牙 活一天就要干一天的活 一辈子都闲不下来 上边要孝顺老人 下边要养育娃娃 辛苦得很 嗯 除非你死了埋在头里 哎 那个倒是真的休息了 个队 我们村里像你这个年纪的人啊 娃娃的上初衷了 谁会整天就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能养活家里人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啊 人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 他不做伤害别人的事 人还是有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 是吧 自由这个事情啊 除非你是孤儿 你是可以选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但凡你要是有家里人 你就要替家里人想 你闲着他们就不能闲着 你坐在那里 他们的腿就要勤快些 你们外边的人啊 就爱说 只要不犯法自由最好了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我要问你们啊 你在外边肚子饿了呢 外边谁会管你们啊 你的阿爸阿妈年纪到了生了病 你自己有个什么三在五呢 可是都需要钱 就是没钱啊 怎么办 现实去要饭都来不及了 阿坤婶儿 听您一起话 上读十年书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你就随便这么一听 既然您这话都点在这份上了 我也不能牛搅牡丹全浪费了不是 牛为什么要搅牡丹啊 牛为什么不重要 搅什么也不重要 我说的意思是 我坐在这儿 就是要用这种形式来对抗我的勤快 以静制动 你听明白了吗 嗯 字都懂 但是放在一块 不太明白 简而言之吧 世上任何事情 二八定律 很多事情就是 你苦心经营 你鞠躬尽瘁到最后 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既然都是一场空 那又何必瞎折腾 那 那还不如以静制动 以不变 应万变 这才是大智慧呢 我听明白了 但是啊 你找错人了 我是点不了你的 啊 人这一辈子 关着屁股哭着来 两手空空哭着走 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你不能因为 反正是要死的 你就不活了吗 除了呼吸新鲜 空气不要钱 吃喝拉撒睡 什么不要 你还坐得住吗 既然你坐不住 那么你就出去打工嘛 为什么一定要当老板呢 哎 话讲回来哈 就算你当了老板 亿万富 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哎哟 那个钱啊 多得连这个院子都放不下 话都话不完 但是我又要问你了 有一天你走了呢 这些东西 一个带得走 人死了好打发的汗 纸糊的东西 车子 房子 别墅 金铜 亿尼 天地银行 几千几百个亿 你讲吗 你要多少 你的后背花不了多少钱 全部支备齐 统统烧给你 个队 哎哟 我最不爱讲这些事情了 我随便一说你们随便一听 不在这里跟你们闲扯了 我的活还没有干完 别别走啊 哎哟小黑不要踩我的花 大智慧啊 哎 大智慧啊 开悟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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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